應該三月份要出錢不會出來 不會那麼快 我相信可能三月份會在中常會裡面 先做一些討論 三月份討論完 或許四月份會有比較明確的一個方向 那這個剛剛講的這個配那個配 到底要誰配誰 這個很亂 所以我非常感謝大家的關心跟支持 但是我想現在還是把兩場立委的補選完 其實朱立委員長很清楚 你說他要做總統 副總統 行政院長 還是說保底的立法院長 他就說他就是總教練 總教練的概念就是說他二零二二 他做總教練要把這場球賽打贏了 那二零二四他現在還是說他是總教練 黨主席就是總教練 至於總教練到時候就是協調出一組最強的人馬 大概就是這樣 這協調出那他自己要選 他自己還是想 怎麼會不想 我不相信朱立倫不想 他如果真的只是總教練 如果真的心中無我的話 他就直接講說我不會選就好了 他到現在講了沒 沒有 他根本不敢講 所以 是不願意講 我覺得不想講不敢講 都保留一絲可能性 所以他仍然心中有我 不會是無我 他曾經選過 而且這些人放在一起 天平上面來量量看 儘管朱立倫的民調可能是低的 但是他的歷練最完整 他跟美國跟國際上面的關係 比其他人要來得強 而且他覺得說你侯友宜 是我一手提拔出來的 是嘛 要不是我朱立倫把你找出來當什麼副市長 哪有你侯友宜存在的這一天 他會甘心 會服氣嗎 更何況總教練 其實是決定遊戲規則的人 如果真的像這個少廷講說 對 每次都這種大選區的都是全民調 全民調上一次是怎麼搞的 手機要不要加呀 還是用式化呀 就是手機不加郭台銘氣到退黨嘛 那所以這一次怎麼加呢 那這一次要不要黨員呢 上一次沒有黨員 黨內天翻地覆 黨員也會天翻地覆 黨員意見難道不重要嗎 我給你加個20%好不好 那誰會贏 很難講嘛 趙高剛又說我一定要初選 張亞中說什麼也要初選 那到底要全民調還是要初選呢 這件事情我覺得 國民黨還會亂一陣子 而且也不是像少廷講的說 感謝大家關心 是國民黨裡面的人自己很積極 沒有 用個我是中常委 是侯友宜自己很急 我會在事業會好好把關 我是中常委嘛 我會把關 少廷會把關 少廷說他會把關 侯友宜自己很急 然後趙高自己也很急 盧秀燕自己也跳出來說 怎麼佩多可以討論 都是你們這些人 自己在那邊 通常只有民調最高的不止 一般都是這樣 一般都是這樣 藍綠都一樣 民調最高的比較不止 不過郭董這是蠻有趣的 如果從週刊報導說 郭董說你選我不選 這意思說 你選我不選 意思說郭董如果說 侯友宜說我不選 那就是郭董要選 那郭董要選的話 郭董有把握說 國民黨一定提名他嗎 因為他現在不是黨員 而且趙高剛剛叫他道歉才能回來 那他道歉可能性不高 他的態度 我是覺得可能性不高 如果是這樣子 他會不會是 我選你不選 然後因為我有門票 然後再從民眾黨這邊 另辟心境 然後逼國民黨 你看國民黨民調最高的人 讓給我選 所以國民黨所有的人 通通要讓給我 然後就藍白河 會不會有這種想法 我覺得其實我剛剛已經講 郭董是一個企業家 是個商人 他看的是數據 所以說我覺得他在判斷 這件事情上的時候 你看到最近包括有進郭人士 透露 他對侯友宜包括 你看剛剛其實勇哥看到 這幾個密會 有一個很有趣的點 沒有人否認 新聞裡面是沒有人出來否認 所以我們沒有見過面 所以克文哲跟郭董的見面 郭董沒有否認 是啊 你看過去很罕見的這種東西 不管說今天要拉抬行情也好 或者是說這個事情 到底彼此在試探 你的水有多深的時候 我覺得郭董還是 站在企業經營的角度 他要搞定的是說 目前民調比他高的人 他要怎麼跟他合 另外呢 你看克文哲最近 哇 大家 我們算實在 克文哲也很久了 克文哲這個人如果示弱 或者是 這個柯主席突然 語氣柔和起來表示什麼 現在就開比較壞 所以 馬上就去蹭一下 郭台銘 郭台銘的這個氣 對不對 不然以前發現金這種事情 他就噼里啪啦 可能講五分鐘 這是一句話就帶過 所以我們看到說其實 這個藍營裡面要怎麼配 真的是蠻有趣的 不過我們要看看 最近在政壇上 不管藍綠 通通出現了會選的一些問題 那當然 國民黨的中常委蕭景田 他去投案了 他通緝又去投案 投案了以後八百萬交保 我們看個相關報導 穿著藍色外套 國民黨中常委蕭景田 部署勢力地檢署 表情略顯疲憊 面對敏感提問 轉頭快閃 有些人要用現金買票 幫我們說明一下 有些人要用現金買票 有些人要用現金嗎 有些人要用現金嗎 遭控捲入同黨 台北市新科議員令姓兒 裝腳社會怡雲 有隻交保 晚間10點下班時間 請有只花20分鐘 就拖來裝有八百萬的行李箱 來替蕭景田辦保 籌錢速度驚人 回顧蕭景田的身影過程 上個月21日 自家彰化住處遭到搜索 他竟從後牆翻牆落跑 大搞失蹤 檢方在29日發布通緝後 這個月3日終於自行到案 檢方一度將他身壓 法官則是裁定800萬交保 得知能夠交保 離開法庭時 還一度開心地跟律師擁抱 針對此項交保之裁定 本署檢察官將詳細審酌 對於案件偵辦之影響 以及裁定理由之合法妥適性 課證掩擬抗告中 法官認為蕭景田 雖然有逃亡之餘 但尚無羈押必要 裁定交保 檢方不服提出抗告 會捲入匯選疑雲 主要是林杏仁庄 曾凡川 意思透過6000到1萬 向多名里長買票 檢方懷疑幕後的金主 意思就是蕭景田 而日前約談後 曾凡川5萬交保 林杏仁則是證人身份請回 唯獨蕭景田 審議13天後才到案 主席有要開閘蕭景田嗎 被問到是否開閘自家人蕭景田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保持沉默 而交保後的蕭景田發出聲明 表示即日起辭去國民黨中常委 以及彰化縣黨部主委職務 立刻獲得批准 所以這個我們大家要來關心 蕭景田彰化住處遭搜索 竟翻牆逃逸 800萬交保 開心擁抱律師 這律師 意思說這律師厲害 台南政務議長選舉社會 邱莉莉林智展等六議員交保 郭再卿深壓禁見 這是民進黨 這是民進黨 所以這個疑雲 民進黨的態度是什麼 大家看看 藍綠都支持要查到底 當然要查到底啊 怎麼可以不查到底 那誤網誤重 這是基本的一個概念 不過在這裡 我們看到檢調硬起來了 全台提訴188人當選無效之數 我這個也是一個大問題 不過在這裡 同時我們要關心 藍綠的這些會選問題以外 我也希望大家再來關心一個問題 這個我們已經討論過了 在昨天前天都討論過 但是還是要讓大家知道 國台辦稱要與台灣有事之事 協商統一 他跟誰協商啊 民進黨不可能跟他協商這些統一吧 對不對 可以對話 有尊嚴的 對等的來對話 但是不會跟他協商統一吧 國民黨說 目前關切民生經濟 那為什麼不直接對決呢 我們再看看 現在問題又再來一個 宋楚瑜在元旦赴廣東冒名參訪 然後他說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台灣不能缺席 兩岸同胞要更一條心 傳承和弘揚 喜太夫人的精神 促進兩岸和平統一 然後當然 莊瑞雄 劉四方 就開始 有一些 所謂的這些批評 中國強不代表 就要把台灣國家主權給閹割 他講說台灣也沒人想要統一中國 只有中國一直想要以武力統一台灣 所以從這裡來講 朗東看到這些問題 藍綠也有這些匯選的問題都有 然後接下來再加上 共產黨好像在見縫插陣 對 其實剛剛蕭景田這口 覺得最厲害的是八百萬交保 其實很高的這個錢 結果他五分鐘就籌到 真的是很厲害 那可能是八百萬 還對他來講 應該是早就準備 他又準備好了 不然不可能五分鐘 因為他投案之前 我相信就準備好 因為我當律師 當然不知道 我們律師都會跟當事人講說 我看你這個 要準備好 現金準備好 不然你要問人領錢 領不付 如果問人領不付 要去拿你們知道嗎 第二錢 一家去照 明明知道 理性 都會這樣子 其實有辦行案經驗的律師 就是每一個律師都了解 對 因為這件事情他之所以會被通緝 是因為他翻牆潛逃 原本只是要問話這個時候 而且你說他跟林信兒 林信兒本人完全不知情 然後都是他去跟這些里長去買票什麼 其實這個就顯現出說 其實國民黨包含是說 之前用五黨籍參選的這個中東籍 那現在也被提起當選無效這個支數 所以我覺得國民黨黑心問題 確實是已經被檢方所證實 當然臺南這問題 當然對於民進黨來講是有影響 一定是誤網誤重 一定要認真的去辦到底 那我覺得宋楚瑜這個 他就是要去應徵有志之士 因為國民黨現在 他是去應徵有志之士 有志之士是國台辦 宋濤就是一個應徵法 誰覺得自己是有志之士的趕快來 不過兩岸一家境你知道 在臺灣誰喊得最大聲 柯文哲 勇哥的自稱是好朋友 他說我是他的好朋友 我沒有說他是我的好朋友 那柯文哲也是可能過一陣子 不過朋友是應該 柯文哲可能過一陣子 也會學宋楚瑜去應徵 來來來來 司機來 我覺得朗東很可愛 就是記得說 對柯文哲 柯文哲我相信他是中國眼中的有志之士 否則習近平不會在一月一號的時候 套用了兩岸一家情 所以他套用柯文哲的 你是說這個是唱歌還是套用 我認為是要拉攏 拉攏 所以他怎麼會用兩岸一家情 本來習近平是一國兩制 台灣方案的 所以他現在用了兩岸一家情 然後派出他的宋濤來說 我們有志之士來 我們來討論一國兩制 這個時候就要看誰跑去中國 去搶當有志之士 現在已經抓到一個叫做宋楚瑜 我認為國民黨接下來還會有 因為國民黨的不管是夏立言 不管是劉兆玄 人家在軍演 人家在封鎖我們的這個魚啊 這些農產品的時候 照去不悟啊 那些人家講這個有志之士 我們要來談談一國兩制 這有志之士是協商統一耶 對我認為國民黨還是會 還是會不斷的跑到那邊去 這協商統一啊 這個是講實在話是離譜 怎麼會是有志之士 國家的大事可以讓你私人 這樣去有志之士去協商嗎 這是不應該的啦 講實在話是應該 我們要用一個很嚴肅的態度 來看來看這件事情 昆豐 其實我剛剛兩位講到 我覺得有一個現象 大家值得觀察 很多東西要平衡輿論的時候 民眾黨在今天宣布的周台族 要什麼揭秘書長 為克文哲訪美來做鋪排 他講得很好聽 他說總統大選 都要經過美國的同意 這當然是外交上這樣子 他認為去平衡 可是我觀察到什麼 我強烈認為這是為他仿中做一個仿腐劑 仿腐劑啊 為什麼 輿論平衡上 第一個他到時候可以講 我已經仿美過了 所以我接下來仿中的話 這是因為展現我未來要挑戰大衛的格局 所以我覺得在輿論的鋪排上 這過去克文哲還是蠻厲害的 我認為他仿美是為仿中做準備 台灣選總統說訪美訪日倒是蠻正常的 哪有仿中的啦 邵婷你有聽過說我們選總統要去仿中的嗎 他現在是民間人士 沒有吧 沒有聽過嘛 韓國瑜有去啊 有去香港 韓國瑜有去 所以他落選啊 所以他落選啊 那是去賣水果賣魚貨 而且他也不是去中國 他算是去香港 總是比較偏 香港 廈門也有 對 廈門也有 對 不過訪美訪日是正常 怎麼會訪中呢 韓國以前是這個期間 他以前雙城論壇也是去過上海 所以我覺得這些東西整個脈絡上 他是為了未來輿論上 可能遭到的攻擊在做準備 所以我不管怎麼樣 今天蕭景田還有台南議長會選案 我是覺得說不管藍綠 我們全民都要很注意的來看 因為如果會選不處理 我們台灣的民主自由的根基會被扶持 這個我們一定要大家一起來關心 所以鴻鹿真的要關心 我認為這樣 有證據到來就搬到來 也不要冤枉 有證據到來就是 有證據到去 有證據到去